現在呢我在一個仁愛圓環非常神秘的大樓裡面 其實我每天都在經過仁愛圓環 但是我真的沒有進到這個大樓裡面 因為我今天來預約做一個醫美療程 老實說我真的是一個醫美小白 但是呢我就上網爬輪 我就想說我要來找一個類似鳳凰電波 但其實我不會選擇 我就只知道最有名的是鳳凰電波 然後呢最新的好像是什麼鎖福波 於是呢我就預約了這間診所 有沒有 他門口就放了鎖福波 是梁詠琦代言的 因為呢我認為醫美診所非常多間 那我選擇的除了離我家近之外 當然評價也要好 再來就是我很重視是不是皮膚科醫生操刀 我先說我是醫美小白 因為我所以我非常緊張 因為我怕痛 怕不知道是不是適合我 所以呢就帶著你們一起 陪我經歷這個看似很緊張 但是也蠻期待的過程 OK所以好像要先按電鈴 有沒有人來開門 有沒有 不要把我關在外面 快點 你好我有預約 請問 先換 好那我們要先換鎖吧 所以我們進來換完鎖 寫完資料之後 然後就要諮詢 因為我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跟醫生認為適合的事情不見得一樣 所以我覺得這部分真的超級重要 然後我準備超多問題想要問院長 等一下呢 我覺得可以為你們做到解答 好輪到我了 我們進去吧 因為索幅波是這一兩年來才剛在台灣還剛上市的機器 所以它相對來說是一個非常新的一個機器 那我個人認為索幅波它有一點點是結合了音波再加電波的效果 哦 Advanced版的嗎 對 我的這個索幅波打下去之後 它會把這個最熱的那個點 會停在這個皮膚底下1.5mm的這個深度 那這個深度是剛好是我們皮膚增皮層的深度 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們皮膚的鬆弛老化 膠原蛋白流失 彈力蛋白流失 最多的都是在這個增皮層 OK 所以它把大部分的熱都集中在這個增皮層的位置 然後因為它加熱的時間相對的比音波電波要來的長 所以它在加熱的過程中呢 這個熱就會往下跟往上慢慢的擴散 所以其實它可以治療到更深的位置 有沒有一個年齡區間比較適合 其實我個人覺得就是 15歲應該是不用啦 其實我覺得30歲以後的女生其實都適合做 因為我常跟客人說就是 你現在提前做就是 你越早做你的皮膚的修復能力 再生能力一定比年紀大壓來的更好 而且你年輕的時候做啊 你雖然不會像40歲的人做完之後 馬上變緊實變一張臉 可是至少你會動臉 也就是說你從30歲 35歲45歲一直做做做做 你會發現你回頭看 我40歲跟我30歲來做臉還是一樣 對沒有 所以它其實是有一個動臉的效果 就像你先儲存膠原蛋白癮的概念一樣 準備卸妝囉 如果你不想卸妝 你也可以不要帶妝來 喔它把我的妝真的卸得蠻乾淨 欸為什麼沒有卸我的眉毛 我的眉毛還在 還是說因為不會打到眉毛 所以眉毛可以不用卸 你看從頭帶我的眉毛都可以留著 還有一開始 不妝 不妝 剛剛醫生說怕我痛 所以可以敷一個小時 但是好像 一般的人是不敷30分鐘 所以要是你怕你会痛到往生的人 或是你怕你就是叫到 整栋楼都知道你在 你干嘛干嘛的人 你可以问他说我可不可以孵到一小时 那至于孵到一小时还会不会 很痛 等一下就知道了 我有听过有人打凤凰不孵马药 我觉得他 勇气可嘉 太勇敢了 大家还是量力而为 睡得蛮薄的 一个小时过后了嘛 我的脸妈妈的 不知道等一下会不会痛呢 其实我蛮怕痛的 可是我蛮能忍痛的 很多时候 护理师都说你怎么都不叫 不会痛吗 我说会痛我只是没叫 所以 我起来的时候看到这台机器 是没放一个乖乖耶 是跟工程师一样 要让机器乖乖吗 太有趣了吧 你们放乖乖是为了让机器乖乖吗 真的假的 这工程师的迷信你们也信 所有系国工程师 台湾人都在做这件事 太有趣了 你们也在做这件事 已经过了两个半小时了 因为他们说我前面塞车 所以我原本只要敷一个小时的麻药 但是现在敷了两个小时多 真的是有点久耶 觉得时间不能够抓得很准 我可以了解 但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没办法的 可能出了什么状况吧 妈要敷了这么久 等一下会不会就完全无干了 你觉得你自己这样判断 现在做这个感觉 你觉得你周边的朋友忍受得了这样的痛吗 无法 真的有这么夸张吗 我是被医生抛 我一直都说很能够忍受得了 你觉得你是一个比较耐痛的人还是病人 是 那部医师跟医生都说不可思议的耐痛 哦真的假的 然后以你不可思议的耐痛 你都觉得其实这个还蛮有感觉的 但是可以忍受的 是可以忍受的 但是很怕痛的人 很怕痛的人可能会觉得有点没办法的 刚刚打完了 然后我现在在敷面膜看到了吗 提示过程呢 老实说前面大概五分钟 我还在适应它的痛的时候 真的有点难受 可是我没有觉得到不能忍受 就是还是可以忍受的那个疼痛 基本上不是疼痛是烫 就会觉得好烫好烫这样子 那它的疼痛我觉得是可以忍受的 特别当医生又转移你的焦点的时候 你真的就你知道心理的状态 也就不会那么专注在那个感受上面 然后他们有在吹冷风这样子 但是我真的觉得 敷麻药还是有效的这样 然后我在过程中有稍微流一点眼泪 但是不是那种狂流 我就稍微刺激到 所以流了一点眼泪这样子 然后你们看现在我的脸 其实都没有那种红红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它真的没有什么恢复起 真的明天完全可以上妆 但是要加强保湿跟防晒 从来没有打过电音波 所以 这是第一次啊 耶 那我来总结一下 我这次打索福波的心得 我是在去年的10月 也就是2023年10月的时候打的 那我觉得效果要在一个月到快两个月之后才会真的很明显的感觉到 尤其这个差别呢都是别人跟我讲我才真的有感受到 因为自己每天看真的有点会无感这样子 那我一比对影片跟照片之后才发现真的差非常多 尤其是这个地方是整个往上提跟往上收 所以我觉得 它好像不是真的改善你表皮的纹路 而是整体脸那个下垮下垂的那个肉 它可以往上收紧的那个感受 这个方面呢我的感受是比较深的 那它跟我以往打过的那些雷射类是很不一样的 因为雷射类打完呢 我的脸都会就是红肿 结果没想到索福波打完呢 你们可以看影片 我真的脸都没有泛红 然后也没有肿 它几乎零恢复起 就是打完直接就可以上街出去吃饭 就这样 只是要加强保湿跟防晒 那打的当下呢 老实说真的蛮痛的 即使我有敷麻药 但是呢还是属于可以忍受的范围 至少我还是能忍 但我如果下次还要再打话 我必须停住一口气 就是要有心理准备这样 但是院长在过程当中 一直跟我聊天 转换我的注意力 其实帮助非常大 因为前十分钟 他没有跟我讲话的时候 我心里想 我要怎么忍这四十分钟啊 我真的是觉得有火在烧我的脸 但是当他开始聊天 然后问我美国的生活之后 我就讲着讲着讲着 四分钟就过了 真的讲的当下呢 就没有那么注意在脸上 真的就可以度过那四十分钟 然后他们在旁边边吹那个风 也是蛮重要的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你们要慎选诊所 跟慎选医生这样 另外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 我以前不会主动去 然后说我要打什么 我真的有主动去咨询 通常都是为了那个除毛雷射 但是就会顺便被咨询师推销那些医美疗程 所以我打过的也都只有什么皮秒跟金服 这样子 我算是非常非常非常 出街入门级的这样子 那电音波这是第一次打的 那以往呢 我真的在还没有治疗之前 我都没有见过医生 所以所有的建议都是咨询师给的 其实我真的以前也会觉得有一点点不妥 但是你也没办法说什么 因为咨询了好几家都是这样 所以我就去打 我再讲的是那个除毛的疗程这样 然后中间呢 也有打过一两次皮秒雷射 我现在回想觉得能够像这一次一样 是施打的医生 而且他本身也是皮肤科医生 来跟我咨询 然后来告诉我说 我想要改善的是什么样的东西 然后他建议我什么样的东西 这样的东西适合什么样的人 能不能够达到我要效果 这真的好重要哦 因为在踏进那个诊疗室之前 我就因为有跟医生讲过话 我心就安了很多 是不是医生还是有差的 那个咨询师 我不是说咨询师不对或不好 而是说疗程嘛 我们还是有跟医生面对面就是 讲过才会比较踏实一点 对不对 这是我个人的想法跟心得 那给你们做参考好不好 所以这一次呢 我真是满满意的 如果问我愿不愿意再打一次的话 老实说 如果我过个两年 然后我觉得我又明显老了很多的话 我真的会愿意 因为它的效果出乎我意料的 我没有想到会有肉眼那么明显的改变 而这个改变呢 不是我自己发现 都是我身边的人说 你是不是瘦了 然后我就心里想 我没有瘦啊 但是他们都说我的脸小好多 所以我这个地方真的就是往上提 当然你自己适合施打什么疗程 还是要经过医生的咨询 然后医生给你建议你们在一起讨论 你想要做什么疗程 不要自己说 哦我想要做那个 我想要做那个 那不见得真的适合你 或者是不见得那个疗程 真的能够解决你心里想要解决的疑问 这样子 所以大家还是要相信专业啦好不好 那对所不过的兴趣的人呢 我会把那个资讯 放在下方的资讯来你们可以去看 只是我要再次呼吁大家 就是还是要 你知道量力而为 因为打一次医美就便宜 然后呢 再来就是要选择可信赖 可靠的医生 然后呢 经过医生的咨询 确认你可以适合再施打 这种医疗行为 我们还是要 呃 谨慎 OK 那医美这件事情 我觉得 诶 每个人不一样 OK 量力而为啦 那我不觉得 诶 会上瘾 要小心 好吗 好 我是Ace 你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最后一张 我的Instagram 我们下支影片见啰 拜拜